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得雍》频道 今天是2024年6月1日第1252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看看陆绝的境况 在节目未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给个like 分享我的影片给你的朋友 还有订阅我这个频道就最好了 五穷就过了,陆绝刚刚到了 所以今天这个牌依然要挂出来 起码都挂到6月完了为止 那对上那一集第1251集的时候 我们就说中国里面的电讯股的股息 现在就已经不吸引了 只有六、七年息而已 那如果说三间公司来看的话 我想最有看头或者最稳定的那间 就是这个中国移动 不过这三间都是要听阿爷说的 总之阿爷如果有下命令的话 那他们就要执行的啦 其实这三间公司加起来呢 其实属于垄断的 那如果他说要加这个月费的话 其实每个月加20元 那其实呢 已经可以令到大家 就是这三间公司的盈利 都会有很好的表现的了 那但是 同时间如果阿爷说不行哦 经济不好哦 希望大家负担少一点哦 那要叫这三间公司去减费用的话呢 那就令到这三间公司呢 就会困难重重的啦 那那其实呢 电讯股如果来看的话呢 那个股息收入呢 已经不再吸引的话 在中国里面还有另一个板块 暂时来说呢 都是叫做可以的 不过这一排呢 都因为股价升得比较厉害的 所以呢 就是那个收益率也是少了一点的啦 说着哪个 那当然是说着内银股啦 那内银股现在普遍来说呢 都是七里了啦 就是去不了八里的啦 那但是你要记住哦 还要扣税的哦 就是有个股息税要扣的哦 那扣除了之后呢 其实就真的一般的而已 那不过 如果我们说回电讯股的话呢 我们香港都有电讯股的 那我们香港的电讯股 都可能很稳定的 那大家为什么不妨不考虑一下呢 那譬如香港的电讯股 包括了这个香港电讯啦 6823啦 数码通啦 315啦 还有这个 和记电讯香港啦 215啦 那他们都是香港做独市生意的 那但是如果说竞争的话呢 那这个数码通就真的一般的啦 和记电讯呢 虽然市值比这个数码通大一点 但是我看到好像李泽他 好像没什么心去经营哦 随时随地呢 如果有人出好价钱的话呢 分分钟将这个和记电讯 香港呢 卖了出去都不出奇的 所以 唯一来看的话呢 好一点的 那当然是找个中中挺挺 又不会说太过差的 香港电讯啦 那前一两天呢 应该啊 李泽佳呢 才出来说 就说 我们香港电讯呢 前景呢 是非常之有信心的 那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应该那个派息呢 是可以持续的 如果是的话呢 他现在有8.4%的话 那不如小小银在香港玩一下 不就更好 现在看下去呢 似乎我们香港本地僵的股票呢 那些派息可能会逐渐呢 慢慢会比内地那边呢 都要好很多的了 所以呢 希望呢 其他的投资者 包括内地的投资者 如果看到呢 香港本地僵这些公司呢 回报率那么吸引的话呢 可以炒一轮 将我们香港股市炒上去 那就最好了 前一阵 刚刚就碰到两万点 又跌回来 那这一下 就是够了 窄洗咯 我们六月份的经济呢 就好像 我们现在的天气一样 都是阴阴天啊 下雨啊 总之就没来神气了 那我们第一个要说的呢 就是这个零售商 那其实也有报道过的了 不过今天呢 就因为明报那边呢 有更加详细的分析 给大家看到呢 这个四月份 那刚才 就是之前那一集呢 我先说了说 我们这个四月份呢 那个零售呢 就是做得很差的 那差在哪里呢 那大家可以看看啦 整体来说 你看到呢 是跌了十 跌了十四点七个百分析了嘛 但是如果要把它分类的话呢 哇 你看到没有一类呢 是升的 除了一个 就是汽车和汽车零件呢 是有得升之外呢 其余全部分呢 都是要跌的 如果说跌得比较 比较是夸张一点 或者恐怖一点的呢 就是那些比较贵重一点的东西 比如说 珠宝首饰 中标 贵重 礼品 这些呢 就跌成二十八个百分析以上的 另外还有那些衣物 鞋类啊 相关的制品呢 都是跌的 为什么呢 很可能就是香港觉得 如果没有什么必要 就不需要再买衣物啦 不需要再添置那些三副鞋物啦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钱来的嘛 那经济不好的话 那自然呢就是 可以省得的就省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呢 那那就大件事的啦 好了 根据这个明报所讲啦 那个 四月份的零售总额呢 上次就说了 就是跌了十四点七个百分析 就是没有说过金额多少 今次就说完了 就是二百九十六亿 其实呢 我们看着这个金额呢 跌得很严重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 之前呢 是说四百亿的 那么跌穿了四百亿 已经够拿命啦 现在连三百亿都跌穿了 那你说那怎么办呢 好了 这个整体上的四月份的表现呢 不算是特别差的啦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没有更差 只有再差一点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零售协会呢 他们说了五月份 有九成的会员都预期生意呢 都会有跌幅 有些跌幅呢 是高达呢 是两位数字的 所以呢 他就说呼吁政府呢 尽快要加大这个 内地游客的免税额 和恢复回一签多行 那免税额呢 可能有些帮助啦 但是一签多行的话呢 我都说了啦 不是人数多就可以了 你整天都想人数多 他们下来 整班坐在那里 占了这些位置 但是他们又不吃东西 又不叫东西 甚至有几个人叫一份东西 那你就眨搞 最紧要有豪客来 如果没有豪客的话 就死定了 要么就是我们自救咯 自救咯 就叫财爷拿回这些电子消费券出来咯 其实呢 又不需要送电子消费券 就是直接送的 可以是配搭的嘛 配搭是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可以有五千元的消费券 那可能是一百元面值一百元一张啦 总之你花够一百元 就可以拿一张出来呢 就是一对一 就是你花一元呢 政府就资助你一元 这样的话 说明要在本地消费的话 一定可以振兴到的 如果你不用这一招的话 那香港现在就慢慢死咯 那四月份又死定了 那五月份又死定了 那六月份如果呢 这个股市又不好 楼市又不好的话呢 那我们香港的六七月呢 都不放很多在哪里了 还有啊 有时我们香港 常常求爺爺去帮手 你都要看看人家的处境怎么样 人家帮到手就帮了 帮不了手的话 你就自强不息啦 常常叫人帮手 因为中国现在的官方的制造业 这个PMI呢 都不是说那么好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统计局也都公布了呢 这个五月份的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 就是所谓的PMI 现在只剩49.5而已 那也都呢 是进入了一个叫做收缩的区间里面 那就是不是好事啦 那当然非制造业的PMI呢 就好些 那但是呢 也都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所以呢 这个国家统 国家局的服务调查中心表示啦 他说制造业呢 那个景气呢 的指数呢 虽然呢 是回落了 但是非制造业的指数呢 是保持呢 继续扩张的 那他当然是这样说啦 但是你看到这个数字呢 你就算当他这些是真实的数字啦 都已经不是那么好看啦 如果说真实的数字 可能比这个还差都不出奇的嘛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叫阿爷帮手 阿爷自己也投行啦 哈 哈 今次呢 又真是要讲一些楼市给大家听下啊 你都知道啦 我们香港不是股市和楼市可以赚到钱 还有什么赚到钱啦 那但是地产市道呢 你不要弱得很好啊 因为呢 在这个五月份的十大 这个屋苑的成交 那个比数呢 其实呢 是有跌幅的 那你看到有十大里面呢 都是有七间以上呢 都是 那个成交中数呢 是跌了的了 那如果是说那个赤价的话呢 就十个屋苑里面呢 只有八个呢 呃 全部都是跌的 就是八个是跌的 两个是升的而已 那所以这个情况呢 看上去就不是那么好啦 你都知道一手楼 如果他现在那个价值呢 就是赤价不断推低的话呢 对二手市场呢 肯定或多或少都有影响啦 别人一手楼 漂亮楼新楼 没人住过的 什么都好的 都买得便宜过你的话 那你二手楼有什么理由买得贵呢 所以呢 这个跌法呢 是正常的 好了 你都见到这个CCL了 上次呢 就是144 今次呢 即是上个星期啦 今个星期呢 咦 又再跌多一点点 跌到143.78 那么之前也都有人说过呢 可能在六月底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机会呢 跌穿这个145 哇 不要吧 不会那么快吧 那希望不要啦 尺量这样 跌下跌下的话呢 那也算了啦 但是你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 卖了楼那些 如果赚得少的 或者是没有赚的 甚至要虚钱的话呢 大家都拿着个库头的啦 怎么会去增加消费呢 政府在二月份呢 就全面撤消了这个切纳了嘛 那已经过了三个月了 但是刺激的效用呢 好像是逐指那样慢慢减退 就是说呢 这一剂药呢 是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总之这个药效呢 就是没那么厉害啦 一来呢 现在过了之后呢 就没什么运行咯 那十大屋苑如果这样的话呢 业界也都开始呢 就预期六月份的十大屋苑的情况呢 都不会有太大起息的啦 所以就继续跌下去咯 跌得深的话 那我们说香港还哪有救啊 听下去都觉得真是阴魂不散啊 之前呢就拍过两集的 第一集呢 就是这个1249集啦 不是很久之前的而已 就讲这个领展的情况啦 因为领展呢 他现在就是那个欠人的六百亿嘛 那那个管理层就说 哎呀我们现在呢 知道那个利率呢 波动会大一点啦 所以呢 我们现在由浮动利率呢 就会尽量呢 就将那些债务呢 就拨过去这个固定的利率那边 那可以呢 就令到那个将来那个波动呢 那个利率波动就没有那么大影响啦 那但是你要知道啊 现在的利率呢 就高企嘛 那你还要拨入去这个叫固定的利率 那就一定呢 人家一定会高一点的价钱的啦 那所以呢 其实领展方面呢 那个利率的支出呢 相信应该会会 可能会越来越大都不出奇的 那另一家公司呢 就是再早些少啦 就是讲新地啦 那其实都很少见的以前 怎么会这样开party的形式啊 一说可以呢 拿到230亿的融资贷款的话呢 你看看 拍照拍照 告诉大家 很开心啊 好像过了难关那样 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其实呢 我想知道呢 就是新鸿基到底在给多少钱的利息啊 因为呢 这230亿呢 就说反应热烈了嘛 好了最近呢 有报道指出呢 其实这个贷款的利率呢 就是香港银行的同业拆息 再加0.85来上去 所以我们最紧要知道呢 就是这个 同业拆息呢 到底多少 那这里呢 有一张表呢 可以给大家看看啦 有些隔夜啦 有一星期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和十二个月 那其实我们不知道要选哪一个 不过你要记住啦 总之呢 选得越长的话呢 那利率就越高的 那我们假设啦 如果是以三个月的 香港同业拆息来计的话呢 那4.73 再加回0.85上去 哇 5厘多6厘的啦 其实 那 现在的环境来说的话呢 那这个230亿呢 又会令到他们呢 又要给多十几亿的 这个利息支出下去 所以呢 是不是很赚鬼呢 那当然是不赚鬼啦 所以这段时间的股价 升完之后又跌回来啦 那 在这个五月中左右呢 有一段消息 我一直都留到现在 因为呢 这个消息呢 就不是一个大的消息 但是呢 都要和大家说一说的 就是这个远东发展啊 为什么要说它呢 因为早前呢 已经有说了呢 就是这个地产界方面呢 有很多中小企呢 他们可能之前呢 太过勇猛了 不断地去投地呢 亦都买了很多地 但是又想不到呢 地价呢 突然间会跌得这么紧要的 而且呢 那个需求方面呢 就是那些人买东西辣着辣着的话呢 那就会影响他们的出货量啦 而且呢 就会影响他们的现金流的状况啦 所以这个远东发展呢 听说呢 就将这个英国的物业呢 就是1.68亿元呢 就卖出去啦 那这些卖出去呢 当然就说 拿回来呢 就做公司的一般营运的资金啦 而且呢 还可以赚到钱 不过赚就赚得不多了 赚得过200多万而已 那所以你看到呢 如果是那些小银的发展商都有问题的话呢 那大银的怎么办呢 那早前我不断都提醒的啦 就是这个新世界 现在呢 就要看一看呢 在这个上半年啦 就是我们2024年的上半年过了之后呢 那我们不是有个中期业绩的呢 就要看看这些公司呢 到底他们的财务状况呢 会不会进一步呢 是恶化的 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大件事啦 那这些大型的当然有问题啦 中型的呢 譬如好像阿岳少那样呢 他们可能同样地都有这个问题存在喔 总之利息一天不减下来的话呢 这帮人呢 一天都送不到一口气的 那何况这个新鸿基地产 龙头大佬 他都很牙烟下的嘛 所以大家呢 不妨留意留意啦 我都说了 看了报纸呢 唉很多消息呢 都未必是一些好消息来的 那这次呢 就由大摩领头呢 就有些东西说的 那摩根斯丹尼呢 在这个月中呢 有一口气呢 就把恒生指数的目标呢 就推高了两成 那去到一万九千一百五十点 那也叫准确 这挺好啊 那么广资壮呢 所以摩根斯丹尼首席亚洲股票的策略师 叫做郭强盛 他也指出中国现在在岸也好 离岸也好股市的升浪 好像那个压力就越来越大了 就是向下跌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所以预料中国估计 之后这些增长可能就会令人失望 所以维持中国的股市是审慎的看法 所以在亚太区里面最看得好的 都是日本和印度 这个我也承认的 因为有些人已经把订单分化到其他地方 就是不会集中在中国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叫做罗奇 他真是几个人 他以前是中国的大好友 亦都是摩根斯丹尼前亚太区的主席来的 好了 他其实在2月份的时候 已经发表了一些香港的言论 就在说香港玩怨 那和叶楼就在那里 就是你秉我我秉你这样 不过呢 罗奇听说 在这个社交平台预告呢 应该是这个星期啊 就会来香港和北京那里旅游啦 那应该就会看一看中国和这个香港的情况 那别人是专家 我相信他看的东西应该都比较准确了吧 那他亦都预告这一次呢 将会提及呢 中国的经济有三大隐忧 那哪三个呢 第一个就是中国可能会步向这个日本化的萧条呢 那个机会率呢就越来越大 那你也知道日本化的萧条呢 是在说三十几年的 那如果中国都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要看一下了 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了衰退先 如果是还没进入衰退的话呢 哎呀那就糟了 就是往后那三十几年呢 真的有排碳了 那如果已经进入了的话呢 那要计一计条数呢 要多久才可以回到新了 好了另一方面呢 就是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 这个角色呢 也都淡化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 跟美国关系不好嘛 那大家都有所顾忌嘛 美国都不能够将所有的产业 摆在你那里生产的 万一你一个不过去 那他就死了 所以他都要把订单分散去其他地方 那最受着数的当然就是印度和越南啦 那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多 除了美国之外 日本就跟着 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那些企业 就一样跟着他 所以呢 这个 这个中国那个全球这个的重要的角色呢 真是有机会淡化的 好了最重要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中美的冲突呢 可能会越来越危险 我都经常说的了 我说不要在台湾那里打啊 如果要打走远一点点 最好在南海那边呢 就没什么人的地方呢 就砌一场 那么小小型打一打 就知道大家有几斤几两咯 那就不用说那么多东西啦 是不是 喏 我们香港呢真是黑仔黑到鼻的 那譬如好像这个恒大那样啦 好像许家印那样啦 那其实他这一间公司呢 如果要有问题呢 不会是一两年之间的事 但是偏偏呢 就是这个audit呢 審查呢 就真的做得不好啦 那所以呢 中证监就指出啦 他说正是现在推动着呢 是对相关的中介机构作出调查的 那因为自从这个恒大呢 被揭发呢 是做假数之后呢 那中国恒大呢 那个核素斯啦 就是之前的就是这个 罗兵涵永道啦 这个角色呢 一直都成为一个关注点 因为呢 中国应该不会放过他的啦 为什么呢 喂 这么大件事 你都敢签下去 说他没事 突然间爆破 那现在一辅都是啦 所以呢 其实最近呢 有几间大型的国企呢 都宣布呢 是停用这个 罗兵涵永道的核素 那我觉得很奇怪的 这些国家的大型企业的话 你觉得 只有一间恒大有事吗 我相信每间都有事嘛 不过 我又觉得 他们这些做法呢 就多次一举的 在那扮了事情 觉得呢 哎呀 这个 罗兵涵永道是不行的 这样说 其实他行不行 都是由你给盘数去看 那他肯签 那就可以了 他不肯签就不行了 所以现在 我们香港的处境呢 其实都是相当的恶劣的 因为我们的品牌呢 无认中已经受到伤害了 所以我在第12807集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了 喂 我们这些小投资者 我们看不到公司那盘数的 现在一年是两次 看到 即是有份报告表 可以看到的 其实最终都是去到年底 才有那份正式的年报 给我们看 有个核素师签名 那这个才叫做正式的作实了嘛 那如果这些核素师 都在那里出笼了的话 喂 我们这些小投资者 那个危险程度很大的嘛 所以昨天呢 听到蕭若元拍一条片所讲呢 他说 都是要看回我们香港本地的公司呢 比较像一些 因为我们呢 即是 不会那么过分咯 总之一句都说了 譬如他点名的汇丰啊 恒生啊 或者是长实集团啊 新鸿基啊 这比较大型的太古啊 这些呢 其实他们呢 那盘数呢 都应该是真实度呢 是比较高些 因为呢 他们会练得比较紧些 其余那些 讲真真是很难说的 所以呢 现在看回所有六月份的情况 你们说了 我们六月份 是不是应该要严谨些 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投资的情况呢 因为 万一看错的话呢 那 就真的很麻烦了 所以希望各位记住了 好了 这一集讲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各位